一部电影就是一个世界 大家好,这里是电影有深度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韩国电影教父林全泽的作品《昌》 在汉城的红灯区一条街 一到晚上,这里就开始变得繁华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出来招展着客人 而客人的构成也十分复杂 有西装隔离的,又看起来就不是很有钱的 在这个地方,大家一样又都不一样 一样的事都是来循欢作乐的 而不一样的,则是玩乐的方式又不尽相同 有些有钱的,或者脸皮薄的客人 会把小姐带到外面去过夜 不管怎么说,这里看起来的确是男人的厅堂 杨子在这里已经逛了很久了 不过依旧没有找到记忆中那个熟悉的身影 于是他便向旁边的商店老板打听消息 询问他有没有在这里见过一个叫无礼的女孩 老板岁数已经不小了 听了杨子的话他陷入了回忆 也慢慢展开了这个叫做无礼的女孩的一声 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还是朴正西当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来汉城从事这些工作女孩 不是被游说的,就是被强迫的 当不行,无礼就是后者 当时的无礼,不,他的真名叫做安静 来到汉城工作,他是一个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没有怎么见识过社会险恶的小姑娘 被一个人骗到这里 17岁的少女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只是来卖酒水的 可是到了这里才知道自己究竟掉进了怎样的一个魔窟 他想过逃跑,但是直接被一个大汉强暴了 完事后这里老板告诉他 从今天起他就满二十了 名字也改成了无礼 别想着逃跑 如果被发现是没有好果的事的 就这样,无礼就在这里开始了他悲惨的一生 他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中年大叔 别看大叔在嘴上 问着他的遭遇并表示同情 但是看到了他的身体之后 还是像一只狼一样直接就扑了上来 这个红灯区似乎就是一个小小的异化的世界 那些白天彬彬有礼的人来到这里之后 总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有老人,有小孩,有喜欢让人鞭打的 还有坐着轮椅上门的 当然,男人在这里也总不是强势的 如果有一两个罪鬼 老板会吩咐小姐们偷了他的钱包 然后等到结账的时候再勒索一笔 这里显然奉行的是一套原始的弱辱强势的准则 无礼不是没有想过逃跑 但是看着身边逃跑失败 最后被逼的割腕自杀的姐妹 无礼是真的怕了 至于报警,别傻了 警察怎么可能会管他们呢 警察确实会上门检查 不过都是为了应付上面 以及打打秋风 他们一来 无礼等人就会被藏起来 等检查过去再出来寄与些客 而这客人里也有前来警察的警察 在这里 妓女好像确实是脱离了人的范畴 转而被划到了黑买卖的货物里面 就像前几天的一个新闻 九个妓女唐宝被发现 为了躲避追捕 直接从骑尺的车上跳了下来 当场摔死三个 其余六个也受了伤 而这件事也只是在新闻上 小小的以简讯的形势一闪而过 于是无礼认命了 而青春年少的她 自然也就成为了这里最受欢迎的姑娘之一 每天都能接到十多客人 这天无礼遇到了一个男人 杨子 杨子是从乡下来到汉城 投靠朋友的 不过朋友却并没有什么工作岗位 能够给她 于是便想着补偿一番 带她来到这里过夜 准备好好的享受一下 兴许是看着杨子比较老实 无礼便告诉她 自己还没有吃饭 能不能先去吃个饭 杨子痛快答应了下来 可其实是无礼先去接了当快餐 等她进来的时候 杨子已经小睡了一觉了 她看着无礼疲惫的样子 没有行动 而是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无礼似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不过她确实太累了 现在杨子既然不急 那就好好睡觉吧 于是她便答应下来 告诉她明天早上再做 这一觉 无礼睡得很香 完全不知道杨子 在听快亮的时候就悄悄走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无礼已变得越加盲目 直到某天 电视里传来了消息 总统朴正熙被则身亡 全国宣布进入红色警惕状态 而自然的 红灯雀的声音也受到了影响 不允许再提供色情服务 杂货店的老板 感叹着虽然朴正熙当政时时局比较动荡 但是总的来说 人民还是挣了些钱的 无礼等人听到这话只是失效 是啊 的确是个好总统 最好的地方就是产生了这么多卖身的妓女 这话里的运气谁都能听得出来 但是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来说 画柄这件事是与生俱来的本事 他们告诉无礼他们好好工作 以后挣钱了 衣锦还乡才是最大的幸福 于是 因为这种幸福 无礼又被卖到另一个地方 这次不是红灯区了 是一个酒馆 无礼他们也不再是妓女 而是陪酒女郎 至于幸福那是不可能提供的 不过如果大家酒喝得高兴之后 两情相悦情不自禁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了 这里显然是一个 面向社会经营阶层的会所 只不过类似于无礼这种服务员 并不好找 就像店里的一位姑娘 因为爸爸和哥哥的赌债 被卖到了这里赔酒 正看来 她似乎比无礼这种被人欺骗 而踏入这行的人更加可怜 其实 这里说起来高档 但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些喝醉的老板 反而更加令人讨厌了 而不管他们白天多么精明 到了这里 依旧数不清 被偷偷放置的空酒瓶 喝不出对了许多水的高档酒 这的确真实 真正醉人的从来就不是酒 而在这里 无礼再度遇到了养子 他一眼就把他认得出来 还是那么老实 笑起来憨憨的 那天 养子骑着摩托车带着无礼 去兜了兜风 路上 无礼莫名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在他六岁时 母亲就走了 而一年后父亲也走了 无礼也就这样 被送入了孤儿院 算算时间 已经好多年 没有见到故乡了 那天他们跑了很远很远 直到晚上才回来 老板对着无礼破口大骂 这令无礼更加心烦 他实在是看不上 这里的老板 加倍宰老实人的行径 于是工资也没拿酒跳槽了 而他身上的卖身债 也更加多了起来 养子依旧时不时的就来找他 他们好像真的已经成为了朋友 每当无礼接客时 他就会在他房间静静地等他回来 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养子知道无礼 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故乡了 于是便决定完成他的梦想 无礼则笑着说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的话 就带我回去吧 只要你拍张照片 我就会相信 养子遗憾正事 他说自己一定要努力工作 等挣够了钱酒帮的还站 然后买一辆好摩托带他回去 对此 无礼只是笑笑 年轻的人似乎总是以为 自己会是世界的主角 可是却常常忘了 汉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无礼工作的地方 好像是要比之前的好一些 就在刚刚 一个老里出来的人吃棒午餐 面对老板 他只是让他去找自己 在寺庙当和尚的哥哥 这个哥哥五年来 没有去监狱看过自己一次 现在应该让他出点血了 老板打电话过去 和尚却说 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弟弟 于是老板便没有再要钱 因为他知道 最穷不过穷和尚 没必要去刁难出家人 当然 这件事情最后落在了 那个小姐的身上 明知道是个穷鬼还要赔税 那就从他空子里扣 反正老板和男人 是不可能吃亏的 没多久 新任总统 全都换上台了 而乌里也遇到了一个 爱他的出租者司机 他给乌里输了身 并且准备在秋天的时候 就和他结婚 而杨子也找到了他 自从上次听起乌里 聊起自己的故乡 杨子就上了心 他没事的时候 就会骑着摩托车到转悠 寻找乌里口中的故乡 可是当他拿着相片 来找乌里的时候 却得到了乌里要结婚的消息 并且说 照片上那些地方都不是 的确 他只是一个穷小子而已 连为他熟身的钱都给不起 又怎么可能真的找到乌里的家呢 不过最后 乌里还是没有嫁给那个司机 因为他的家人不喜欢他 而再度把乌里卖了出去 而此时两子也有了未婚期了 又是几年过去 汉城奥运会召开了 乌里几年波折 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红灯区 城市飞速发展 红灯区自然也发展了 这里变得更加的繁华 杂货店老板说 他能回来实在是太好了 奥运一召开 什么都热销起来 美金也大巴大巴的进来了 这里随时都可以叫的消息 据报纸上说 现在的汉城有四十万个妓院 一百多万妓女 不过几年的奔波 无礼已经青春不在 现在这里头牌是一个叫做杨素的姑娘 好多客人排队着她 当然这并不令人嫉妒 因为杨素的家里还有七个人靠着她养活呢 所以为了多挣钱 她借单常常都是上了年纪的客人 美人自古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像乌里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 像她以前的一个姐妹 因为染上了毒品 现在已经被弄得人不人贵不贵了 没多久她就被带离这里 没有人知道她会被送去哪里 兴许在别处 她还能卖上两个钱吧 无礼的运气相比六姐妹是要好上一些的 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喜欢她男人 那个男人开着一辆好吃线来 金丝滨眼镜下的小眼睛倒算有神 她一来就认准了无礼 无礼自然也抓住了机会 于是松松安顿好 辗转找来 和未婚妻已经分手的两子 就上了眼镜男的车 她的年龄已经经不起等待了 趁着尚有几分姿色 应该给自己找一个依靠了 眼镜男不错 家子扑风 老婆去世多年 独自养育三个孩子 而无礼最终也成功进入了这个家庭 不过可叹的确实 无礼的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那个眼镜男是个变态 整天叫他出去三陪 由老外来的时候 他还会让无礼陪客人做案 而自己自作的隔壁欣赏 后来无礼更是被 眼镜男上大学的儿子给相报了 所以无礼离开了 那天养子载着他去看了 找了好久才找到的故乡 不过一切都物是人非 故乡早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 时间一刻不停地奔流着 那巨大的手推着每一个人向前 容不得半点喘息 如果想要休息 那就会被永远地抛弃在原地 无礼又遇到了一个男人 不过不是关于感情的 而是生意 一个侵吞了工产男人找到了他 准备在一个偏远的矿区 开一家妓院 为此无礼 还找到从前的姐妹来帮忙 终于 他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 最害怕的样子 矿区的妓院生意很好 而当上老保的屋里 似乎又看见了幸福的生活 才向他招手 可是没多久 意外出现了 他店里的一姑娘被查出来自 这个病毒在韩国存在有好几年了 跟着美金一起进来的 这件事对于妓院打击不可谓不大 妓院是开不下去了 姐妹走了 姑娘们也跑了 而无礼则被恼羞承诺的投资人 再度卖去了红灯区 这次无礼被卖地方 撕换严狗 女孩们都坐在橱窗里 招览客人 像是一个个等待被挑选的货物 而在这里 无礼惊爱地发现了一个熟人 以前在他店里上班 被查出爱资那个女孩 女孩告诉无礼 自己被卖到这里之后 他们带着他去检查三次 每次都告诉他是阴性 还是让他一样的接客 不过女孩每次都会提醒客人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当然 有些不听的客人他没有办法 无礼听完之后久久不语 而没过几天 卫生防御机构的人来带走了女孩 这次谁又不知道 他会流落到哪里去呢 失去等死 还是会继续被卖到另外一个地方 等着被再次发现 这些统统没知道 只有老宝在一边安生叹气 并告诉众人 千万不要说这个女孩在这里揍过 回忆到这里 无礼接下来遭遇就没有人知道了 电视上的新闻正播放着 某个导演因为拍了色情影片而被逮捕 而红灯区却依旧热闹 仔细看看 那些还没进房间 就把手伸向小姐胸扑的人 好像就是负责审核电影的人 他们依旧西装革履 只是笑容猖狂 满面油光 魂没有一点 白天上梗上线时的严肃 杂货店老板看着这些画面连连叹气 他说以前的人路过这里都会害臊 哪像现在这么大又大百 而旁边的老板娘 则反驳道 这里繁华有什么不好的 要知道他们在这里开店这么多年 正是靠着这里的繁华 才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没有什么好贬低的 老板只是善笑 而杨子也笑笑离去 他还要继续寻找无礼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无礼还真让杨子找到了 现在他已经流落到了更为价格低廉地区 在这里 各个年龄段的妓女都有 杨子问起这几年为什么一直没有他的音信 而无礼则告诉他 是因为自己去了寺庙 无礼自卑于自己肮脏的身体 想要摆脱过去自己 于是在寺庙里过起了清贫的生活 可是哪怕他就算是用石头枪洗自己的身体 他依旧觉得不够 有人便告诉他 想要洗干净身体 首先要洗干净头脑 听到这话 无礼论了很久 离开了寺庙 因为他知道 只有哪些胸怀大志的人 才能找到自我 像他这种底层的妓女 想要找到自我 是完全不可能的 定期为 无礼又坐上了杨子的摩托车 他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买身站还有很多 他还得继续回去那里 不过 能够多坐一会儿杨子的摩托车也是好的 在他心里 他一直觉得 摩托车后座紧紧抱着杨子那些时光 对他来说就是最美好的时光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昌 是有着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林群泽97年作品 林群泽1936年生人 韩国拍片数量最多的一个导演 迄今为止一进百步 而今天介绍这部昌 又是他作品里排名比较靠前的一部电影 别看电影有情色镜头 而且还狠狠讽刺了韩国政府以及社会 但却还是得到了韩国国内的承认 女主深安静 更是凭借这部电影 得到了第十八届 韩国青龙奖最佳女演员奖 所以这部电影在意识上 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而它的社会性也同样值得肯定 电影一共有两条线 一条是杨子和吴李的感情线 另一条则是吴李悲惨的人生 感情线有多么动人 另一条线就多么的令人恶腕 所以很多网友都把这部电影称为 看过的最好的情色片 我也觉得 这实在是一部伟大作品 当然 也有一个缺点是大家常常提及的 那就是林群泽导演在叙事过程中 一个情节讲着讲着就断了 并没有给人过度 大概这就是 度版分不高的原因吧 总之这部电影还是很不错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原片 也希望我们能够多拍出一点 这样充满人文关怀 和社会性的好作品 至于过不过 那就看天意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推荐电影 喜欢我的解说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个关注 防止迷路 这里是电影有深度 一个只分享好电影的电影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